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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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幽浦Sport Show 我是黄丹妮 体育名人的生命故事 铁台的最新动态 健康新知都在这里 Let's stop 天后听好了 欢迎来到幽浦Sport Show 讲到冬天我们会去想到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冬天的一些娱乐 不管就是说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冰上驱棍啊 或者就是说去泡温泉等等 泡温泉那是运动吗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滑雪这件事情 以前这种滑雪啊 大家会觉得说好想去那个哪里滑雪啊 有的人去那个美国啦 有的人去加拿大啦 有的人去欧洲 最重要的就是说去日本等等 那这么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说好想去做那些事情 可是滑雪它其实是一项非常职业专业的运动 那里面有多少细节 有多少的一些Mega 甚至说哪里滑雪比较好 而且如果真的要去滑雪之前 你还是要训练吧 那这种训练的话 如果在台湾的话哪里可以做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专家 台北滑雪学校的店长啦啦来节目现场 自己开车开车 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那个台北滑雪店长的啦啦教練 是啦啦欢迎你来啊 你来到中国我就感觉好像已经在日本了 对 我今天穿毛帽 然后完全其实我今天穿的就是雪上的装扮 我就是穿一个雪裤的吊带裤 然后再铺一个雪衣 然后因为你知道去滑雪的时候 你休息relax的就是去吧喝一杯啤酒 或是在山顶上阿萨 阿萨 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high 对 好在那个还没开之前呢 先来介绍一下啦啦 台北滑雪学校的店长 能拥有加拿大的单板双板的指导员证照 那单板双板就是所谓的雪板 对 不一样的版型 不一样的版型 然后呢是日本知名滑雪品牌 Maw Snowstick 台湾的这个Pro Rider 那再来还有就是滑雪教学经历有六年了 在日本的苗厂清井泽上野野泽 哇塞 讲到这种我就好想去泡婚礼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是雪场这个注点的教学 在台北这个滑雪学校也当了店长五年的时间了 对啊我是开店第一个创始员工 创始员工 这个也是有感情在里面 待会来慢慢聊 然后除了滑雪之外 热爱登山潜水攀岩等户外运动 也就是说 Lala本身是一个运动热爱者 运动热爱者 对 你本来是对滑雪不轻 但是你很喜欢跑来跑去的这样 对本来就是不是 在还不是当教练之前 就是一般的我是做化妆的 你是化妆的 你是化妆的 你是化妆师是 对我是化妆师 但是休闲娱乐我就是喜欢登山 然后我就是喜欢户外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人生好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就上班归上班 然后运动跟运动 然后记得有一天有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 说好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运动当工作 那多好啊 你知道吧 运动当工作 我当然访问很多的一些来宾啊 运动当工作就是他说真的生不如死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像嘻哈舞者好了 运动当工作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就是天堂 就觉得说每天能够跳舞 每天能够干嘛 当然中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当你变工作你就要跟人接触 我就会就不愉快 可是就是 当人离开的时候 我还是在跳舞的时候 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也是 髮型师 但是他的兴趣是UFC 就是说 你说外星人那种吗 就是那种 打拳击 不是UFO 抱歉啊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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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拳击这种东西 他会觉得都是一种抒压 他打的是巴西柔道 也对你来讲 翻的那一种 翻的那一种 可是对你来讲就是说 画画是那一种你需要完全的静态 可是呢 滑雪或者是那种运动是那种 风在吹的那种快感 你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落差点吗 我觉得我一开始变成滑雪教练 就是很单纯 我们很多国家都去玩过 然后那一年就是大概十个好朋友 一起去滑雪 然后就发现哇哦 这个运动不是你自己开心 你是可以有共鸣的 你是可以分享的 你是有共同的回忆 然后是大家一起成长 然后这个运动很特别是 就是回到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工作 我还是觉得充满喜恶跟感恩 就是当你发现你对这个运动有兴趣 嗯 然后我愿意付出时间去学习 然后会遇到挑战 然后这个挑战就是 你一点一点又可以克服 所以就会有成就感 就是你跳离了那个 就是所谓的挑战跟 呃 跟困难度 嗯 就是你跳离那个舒适圈 舒适圈就是哦 你做什么事情都觉得 piece of cake 就没什么难度 对 但是再进入到那个 就是成就感跟那个心流 我们讲前一阵子那个 灵魂 灵魂集装 就是心流 就是你必须经过一段 学习期 然后你才可以进入到 那所谓的就是心流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 变成一个工作 我一直每一天 教学生 还有自己愿意付出很多时间 成为教练 然后成为去 嗯 像每一个程度都有不同的难度 去学者有出水的难度 嗯 中级有中级的 高极端像我们去backcountry 然后滑tree run 其实难度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运动很喜欢就是 他就是亲子也可以 然后从小滑到大都可以 从三岁滑到73岁都可以 所以你很能够分享 是没错 对 就是说在滑雪这地方 他是一个全家族的这种运动 只是说在台湾 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算是 呃很适合的一个国家嘛 也就是说 我们是这个 最冰也是高度 那雪是下不来的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 像喜欢运动或喜欢体 就会去比方说做一些跑步啦 比方说打打羽毛球啦 然后一起成长这样子 可是对滑雪来讲 就是你一开始就是说十个朋友 你跑去滑雪 然后就觉得爱上这个东西 那他说这是个分享的 有些人就是说 其实我分享就是一起喝酒啊 跑温泉这一种 可是你又把就是说 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 你就十人帮嘛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概念 对对对对 你那个时候就变成就是 本来是 不懂滑雪 但是第一次接触 完全不懂第一次 第一次 七年前 七年前 你那是跑去哪里去 去东京 去日本 就是大家去 为什么 其实台湾人最常去的 那个国家 就是观光局同学 就是第一名就是日本嘛 对 基本上汉字看得懂 对 又近 东西又好吃 对 机票又便宜 航班又多 但是我是真的开始学滑雪的时候 我才去把日本去爆 去每个学场 大概去二十几个学场都有 是喔 你没有说摄像树去通神去冲浪 你如果访问过的就是说 他们爱上冲浪 因为这件事情是台湾也可以 嗯 那就是说 我出不去 可是我 欸我四面环岛 我那是环岛就是 那是环海啦 就是我可以很多的冲浪 但是对于滑雪 反而是一种更 有吸引的魔力 对你来讲 对啊 因为你有很多 一年就那个几个season 对吧 嘿喔 所以有那个期待的心 其实很多 要饥饿行销嘛 就那几个月我就靠吧 就是 可是 对一件事情很有热情的时候 你是 有自然产生的一个渴目 所以大家会 对这件事情 愿意投入精神 愿意投入金钱 愿意投入 跟朋友分享这个热情去 喔 我一年就是期待这个雪姬 有很多boulder 跟skier 就是 这一年的holiday过了之后 其实就booking下一个 对 不同学场的旅行 那所以那个时候 你不懂滑雪 然后是什么 什么东西去 影响到你 就是说 来我们一起去学这个事情 因为你在台湾的时候 你说你喜欢体育嘛 对 运动 所以在滑雪之前 你都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相关联 就是我喜欢登山 就是爬百岳 OK 因为我觉得爬百岳 你可以融入大自然 然后我觉得台湾好漂亮 我就去很多国家 觉得台湾这些山真的好美 你在爬上去的时候 因为你往上的时候 天气变化是很快的 你可以享受黄昏 你可以享受这些树林 你可以享受很安静的 沉浸在这个 你知道万物 这个大自然当中 所以我去第一次去雪场的时候 我就是哇有一种眼睛打开 amazing 就是你不只是去玩这个乐趣而已 你是更多就是 在跟这个大自然有互动 而且那个大自然雪 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因为我像我去滑的时候 你爬山好了 你有鸟叫声 你有这个树在吹 就是树叶在吹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在雪场 那个好像是一个 安静到它有隐藏的声音的那种感觉 其实蛮多人读滑的 就是我觉得滑雪是一个 很自由的活动 就是刚讲到那个困难度 因为有不同的等级 然后你每次有点想要挑战自己的时候 你永远有不同的 丰富的雪道可以去 每天不一样的雪况可以去体验 所以你永远都有困难度去挑战 然后有一点点的回馈说 我今天好像进步了一点 所以你在雪上的时候是一种 很自由你可以选择 你想要今天做任何事情 对 然后你可以分享 所以自己其实可以得到这个 运动当中的乐趣 然后再来就是 我compare就是登山 然后还有潜水 潜水我很喜欢 你也喜欢潜水 但是我有点感觉到困难就是 我看到那 我好开心 我看到那个金沙 好开心 我不能聊天 你知道吗 我不能聊天 但滑雪可以 滑雪的时候 这里跳你看那个山 我有一次在山上 带雪滑雪的时候 就从缆车 come on 你不需要爬 我就看到狐狸 从这样子里面跑出去 还看到大白兔 从雪方就 欸怎么有个人在你懂 就是你好像 你已经不觉得你是一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很享受在大自然里面 我那个是观光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 眼睛也是可以观光 眼睛可以观光 可是那个过程当 它等于就是说滑雪的其中一部分的一个乐趣 我接触滑雪 第一个我就觉得 哇 这是不一样的世界 那当然就是有聊到就是 这个你一直接触说 啊这个 去跟十个朋友 然后你到了这个日本去 然后去旅游 然后翻译 好我们今天就是 这次就是去滑雪之旅 第一次的感觉是什么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会吧 不会 那你那是玩的是什么 就是期待嘛 计划旅游就是有一种期待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 到的时候是晚上 迫不及待就晚上先去滑 什么都不会 我们隔天其实都请教练 对 但我觉得太太兴奋了 所以我们就先去滑 那一上脚就摔的就是你知道 就是变雪球 到这个最最底部这样 其实也要跟观众朋友讲 就是其实夜滑这个 这件事情不太适合初学者做 就是晚上他日温日温差距太大了 所以就算早上有有下雪 但是 白天可能太阳日照 他会融化一点点 晚上又降温 他会结得比白天的雪框更差 滑一点 冰一点 然后什么都不会 你没有任何钢鞭的技巧 没有炸的技巧 然后就掉下去 但是 你知道我跌倒的时候 我是大笑 哇哦 这个运动太酷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就觉得 其实就会要 连跌倒都在享受 你知道就是 我连跌倒觉得 哇 这个有难度耶 不一样耶 不是一下就会的耶 所以你不是一下飞机 然后到check in 之后 然后你就去饭店吃饭 泡温泉 就直接到雪场去 十个人跌的东岛西外大笑 没有啦前面几天还是有在就是在那个 那时候是去哪里啊 东京 然后第一次去苗场 苗场 对 嗯 这个苗场它是一个著名的雪场 它是一个著名 以台湾人来讲的话 很多基本上你在找 网路上找到都会Google 但我其实内心有就是日本的Top 5学场 Top 5学场 对自己 但我第一次去苗场 苗场 因为它Google的咨询多 OK 然后全部都是 连饭店的人员都会讲中文 所以你不太需要去 其实在那个日本现在很多的一些观光景点 中文算是一个标配了啦 也就是说从台湾或中国大陆去的 其实有很多嘛 那所以不管是说去旅游 或者是说想要去滑雪等等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 呃 导游或者是教练 其实都会中文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第一天玩 就是说去玩了几次之后 就好我们就冲 夜冲这样子 对 然后就跌倒之后就觉得很有趣 超级有趣 然后隔天就说教练我怎么去夜滑 你们疯啦 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我的指导 你们先去滑 哈哈哈 你们是保龄球吗 就全部那边滑的东倒西外 这样子 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有夜滑的经验嘛 所以你上了教练课 其实你好像很多东西都会学的快一点 快一点 就是因为滑雪它这个技巧 其实是有一些的 最重要就是身体的协调性 对 然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地上 就是它不但是有雪框 然后有速度 它还有倾斜度 对 所以它其实困难度是有的 但是你会有一个兴奋感说 我要准备去 怎么样可以控制这个速度 怎么样去我想去的地方 了解 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大家都会学 比方初学者都会学像是滑雪 Ski 就是两只脚的那一种 对 你那时候一开始学的也是Ski 还是Snowboard Snowboard 对 因为其实蛮多学生会问我的 欸教练尤其是台湾的市场 很多来讲都是初学者 对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雪的地方 对 所以大家都是哦 那我要出国再滑雪 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接触过的 嗯哼 所以我就会有两个建议给他们 如果是你的小朋友很小 五岁以下不要犹豫的就学Ski 嗯 雙板的为什么 因为两只脚穿上去咔咔 你是站着的 没错 你不需要学站起来 但是Snowboard就是单板 它是两只脚绑上一张板 所以你必须先学着站起来这个阶段 OK 那有站就跌倒 所以开始初期会比较消耗体力 嗯嗯 对所以以那个体力上来讲的话 就是Snowboard会初期比较难一点 嗯 然后Ski会初期入手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你到中高阶 其实对我来讲 因为我两个都是教练 两个都滑 我觉得是相反的 Ski的中高阶比较难 Snowboard比较简单 是因为Ski它是双板 对 双板就两个钢鞭 就有四个方向 嗯 然后Snowboard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你就会越来越流场 所以以教科书来讲 Snowboard大概是300页 Ski大概是1000页 这么多啊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 比较不同的专业存在 但是你玩Snowboard 是因为你觉得它帅气 对就回到我第二个通常会建议学生的方法 对 你朋友滑什么就滑什么 滑铁颅啊 哈哈哈哈 就是每次上去就是在滑来乱七八糟 因为就是分享的乐趣 你知道吗 欸你知道你今天这个 欸你刚才那个C turn怎么做 你知道S turn怎么滑出来 你刚刚转弯很漂亮欸 怎么弄的 那你一个Ski我一个Border怎么聊 也是可以聊啦 但是就是 你没有办法享受互相学习成长 因为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OK所以你们那时候就是一群十个人都玩Snowboard 有四个人都是已经会滑Snowboard 所以你有就是前辈带领你们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去滑然后发现说这个很有趣 对 一开始滑你就上手了吗 因为你本来就是运动的爱好者 也不能说是体育健将 至少你已经懂了那种身体的那种运动性 对对 所以玩起来就觉得哇很有趣这样子 非常有趣 然后每年就会一直去 每一年我觉得运动产业不光只是台湾 整个亚洲大陆 其实他们有滑雪白皮书 就是他对这个产业 像大陆还有冬奥这几年一半 所以其实整个滑雪market 它是越来越越来越成长 对 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真的你滑过一次你就觉得哇 我好想再回去 一次不够你可能去的时间更长 然后你会分享更多人呼喷一半一起去 那时候当然就是你是因为旅游 然后去那边滑雪 然后它又是一个非常季节性的一种运动 对 也就是说你每一年就只有那么一点时间可以去做 也就是你等于变成你每一年都很期待冬天的到来 我其实第二年就决定要考教练了 然后我第二年就考教练 我第二年 你第二年就聊了 我第二年就就是 就是就在雪上待了一百多天 所以有时候 因为我教 我当教练六年嘛 你几乎就是 你圣诞节农历年都在日本 每天滑雪 我就非常感谢就是你窗户打开 你看到哇 这个雪晶 有时候你在这个大自然 就发现人好渺小 然后你对很多生命很小的事情都很感恩 这个天气总会这样 这个雪总会美成这样 你那时候是在哪里待一百多天 嗯 当时第一个最常待 因为我还是先回去苗场 就开始跑 就是跑苗场 这个地方是在长野附近 就是它有苗场啊 有神乐啊 然后有很多咖喇 比较简单 这个附近的雪场 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 选择性比较多 选择性蛮多的 然后你是去那边考教练 对 因为教练台湾是 以国际来讲的话 台湾是不可能有滑雪诊照 因为没有国际的组织 那以国际流通上 最流通的是 就是加拿大Cassie的教练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又比较远吗 他们 考教造的 会 在各个世界考词 就是你不需要飞到加拿大去考 但是他国外的考官 这样很好耶 国外的考官 会飞去 注点在日本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 不一定能够飞到那个加拿大 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很聪明啊 运动产业 其实要考教 也是另外一种课程 当然啊 其实就是整个产业要 蓬勃发展 就是他一定有上面 不是说我们就很热爱这个运动 然后大家只是花钱 其实我觉得 这个产业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产业 你从初学者你可以慢慢教 因为 举例来讲好了 就是 以小朋友或是不管我们大人一开始 你遇到如果你不会遇到困难 像我这样子很有热情 其实不是很多 大家会觉得 哇 这也太难了吧 小朋友反应很直接 我很挫折感 我就不想学了对吗 可是 所以当你开始你一点一点有进步的时候 你就会从初階到中階到高階 嗯 然后上端是什么 就是教你们 滑雪教练这种职业 所以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还要在 其实有点像跆拳道啊 嗯 比如说是白带 然后就是黄带 就你还讲再往上走 你可以到黑带 参加全国 再变成是指导员 指导员 指导员 可以再变成口观 可是有些人都会停止在就是 当做是娱乐这一块 嗯 因为有些人自己的正直嘛 对 等于就是你自己也有就是化妆师的正直 可是你考教练是说 你要转这个行业 还就是说还是你要 我觉得那一年可能真的就是 我刚好工作上还有遇到一些生命的转变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想要试一试 嗯 然后我想让自己放个假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还想说我要去 就是去泰国的沙滩这样秋两个月 还是去滑雪 我就觉得那我就去滑雪好了 所以那不是放假 你就是去训练欸 魔鬼训练两个月啊 对 其实你知道和素的过程 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 和素 和素 就是日本的日汉字和素 所以你去日本考试的时候 你是跟其他的一些学员一起住的 想要一起考教练的 OK 一起考 然后你就觉得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 然后为了要省钱 你还排队去那个那个便利商店 然后等六点半 然后贴五十块半价的时候 大家说哦 要拿钱 那不是大学生的事情吗 对啊 你说你就觉得 其实 就很简单 嗯 快乐真的很简单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因为 生命的一些当时的转变 嗯 变成是你考教练的一个契机点 对 然后考教练并不是在你原生规划当中 完全不是 是 那你考教练的过程是什么 考教练的过程很好玩 就当然你要先预备 你有考教练的能力 嗯哼 然后 考教练还有能力 当然哦 就是你去联考 你总不能都没有读书 你就去联考吧 所以他你要考比试之类的 就是 就是考教练他几次分 因为他就是一个产业 他有很明显跟你讲说 你qualify的资格是什么 你要有writing的能力 你要pass 然后你要有teaching的能力 你要pass 所以他是有逻辑的 对 然后你滑行 因为 你的逻辑干你来 你可以很明确知道 这个学生现在要学了下一个滑行目标 嗯 然后你可以说明用耳朵天听 然后 再来就是你有能力 可以demo给他看 你之前有教过任何事情吗 就是在当教练 去考教练之前 幼稚园老师 还是就是说 你去学教人家怎么画画 还是之类的 没有欸 可是我小时候很喜欢自言自语 你这样算吗 哈哈哈哈 没有自言自语是你没有学生啊 欸我 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 因为我单亲家庭嘛 然后我 家人都没什么在 然后我就自己会在厨房 然后就觉得 欸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来做炒菜 然后就自己教我自己做炒菜 所以你以前就是赴陪美就对了 对你怎么知道 反正这种概念就是说 你其实很 能够去跟人家打开你的话语 对 也就是话语权你很自在 我很自在 在你身上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说 就算你以前没有去当过 补习班老师 也没有教过小朋友 嗯 但是考教育这件事情 要跟人家面对 你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觉得我个性好事 而且我很感恩就是 我在学厂的时候 每天都充满很感谢的心 感谢我的老板 嗯 感谢我的学生 然后感谢 你那时候就有学生了 第二年就 第一年就有学生 考上教育之后我就好好笑 就是我就是 supertry嘛 可是我就是有那个 鬼在 然后我的那个加拿大考官 Alan还在旁边 我考教育之后 第四天 然后我就教学生 然后他就看到我在教学生 然后我就好吵 可是我已经在教课了 哇那直接就是 他可以直接上证这件事 因为你有执照了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的合约是跟学厂签的 学厂也是认证你有没有 合约跟学厂签 对啊 也就是你的教练只能在那边教学 就是 其实你跟学厂 有些学厂他会限制说 你可以freelancer教练去教 其实没有什麽多 可是有些学厂譬如说他 他 呃 官官够多 然后他就 比较strong嘛 他的联盟就比较强 他就要说你肯定要在这边有一个固定的滑雪学校 你才可以教课 因为其实 以 呃 这个工作来讲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工作 对 你就一年只有教四个月 顶多十二月 日本冬季的话就是从十二月到三月底 嗯嗯嗯 所以日本也有很多当地的滑雪教练 嗯哼 然后全世界都是这样 为了保护当地的滑雪教练 一定的 所以你不能说外来的教练你就便宜课程 嗯 破坏行情 对 是不是很聪明 是啊 就像是很多 举个例子啊 如果是冲浪好了 台湾是非常好 有些地方是很好适合冲浪 嗯 如果说欧美来的 然后大家都来这边学冲浪 台湾的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发展 这个我了解 所以就是说你到日本去的时候 就是在固定几个地方教学这样 固定几个地方教学 第一年就开始教 第一年考上教练的季末就开始教课了 就前面是一个非常享受 然后 但我觉得那时候热情满满的 我到现在每天还是觉得 因为我每天还是在教课嘛 现在在台湾嘛 都一直在教 我也可以说是比较少数就是 等于是全职教练 嗯哼哼 因为我等于去日本 飞雪季就去 就在台湾教课 对 然后来学上课的学生 就会期待是想要跟你一起出国滑 嗯 所以我的教学经验真的是很感谢就是越来越成长 对啊 所以那时候教学只有 一开始只是在东京嘛 一开始在东京附近的学厂 其实也不在学厂 因为学厂都在三区嘛 三区都不可能在市区 所以大概就是 做新干线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就是 长野县群马跟新系县 这三个其实是 离东京比较近 对于日本当地人滑雪盛区吧 因为他学厂够多 你教的也都是观光课吗 好还是就是有当地人 其实就是你 我教的都是华语 就是有新加坡人 有大陆人 台湾人居多 对对 然后 或马来西亚人 所以其实市场是很划分的 就是有些欧美国家的人 他就教自己法语体系的 英文体系的 日本人就教日本人 除非你真的订不到 所以我说滑雪教练 其实越来越成长 除非你订不到滑雪教练 你才可能说当天 然后你发现 哇滑雪不是说 看人家开心你就 想像你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必须付出一点点努力 了解 然后所以你找到 你非不得已 没有先订中文教练 的话你就是找当地 日文教练或英文教练 这个 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夯 在疫情期之前 其实好像每一年 大家都要滑雪 我听很多 因为我三个小孩 然后就有很多的一些家长 就是说你知道吗 暑假就要开始boking 就要开始boking 就是冬天滑雪去哪里转 因为不只是滑雪教练 你还要找住宿的地方 你还要找就是说去哪个地方玩等等 所以你那时候不只是在东京 在这几年当中 你去了哪些地方去教学过 甚至说没有教学 你还是冲去玩的那些学校 对啊 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热门的 可是我内心就是有五名 所以我最推荐的 就是我目前个人最喜欢 第一个是野泽 因为野泽那个它是一个温泉村 所以你除了可以享受滑雪之外 你晚上休息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丰富的温泉村可以滑 然后它雪框 因为其实排名的 以什么来表明 可能以初学者来讲的话 就是它交通要方便 然后它雪道要丰富 然后对于那个难易度 是有友善程度的时候 不是太难 但以开始不同程度 比如说是中高阶的话 就是雪框好不好 雪道丰不丰富 地形丰富 还有其他很多条件 所以对我来讲 综合 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是 野泽是第一名 野泽是在哪里呢 野泽是在长野县 长野 那时候长野县的话 也是要到东京再做清安舰过去 就是长野出站之后 它有直接的转折巴士 转折巴士 直接到那个 直接到杰泽 了解 如果说是野泽是这种非常 像是滑雪爱好者 甚至专业都是很推荐的话 疫情之前 要定应该是很早以前就要去定 对 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 嗯 其实就是很多日本人都会去 你知道欧美国家也是有雪场的 对 但是因为日本这个环境 它的雪框 刚刚我们讲到雪框就是 这雪框已经跟气候是有相关联的 嗯 没错 那为什么会雪量够丰富 对 第一个它有先决条件就是 你必须下来的雪够多 对 然后你下来的雪不会化掉 够看早 所以就变泡的 对 对 那像我们以亚洲来讲 跟譬如说在欧洲来讲 它大部分就是大陆型气候 嗯 所以第一个它有雨量不是很多 那日本是海岛型 就是海洋型气候 所以它有冷暖有交流 所以它雨量够多 下下就变雪 它纬度又够高 对 所以它下下就变成泡的 那大陆啊 韩国啊 然后就是欧洲 嗯 就是它的雨量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它下下来的雪 其实没有办法一层一层积 嗯 对 所以就是雪况其实是会影响的 然后 所以其实很多欧美人 他们愿意在 就是Christmas Eve的时候 花十几个小时 飞去日本滑 所以其实台湾很幸福欸 就是 一下就到了 一下就到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对台湾来讲 就是说真的在冬天 很多人就出去 去滑雪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你刚刚讲到 野则是你的上选 对 那还有其他四个 对 还有一个是藏王 藏王 藏王在东北 其实北海道在这边 嗯 然后整个日本本岛 然后东北在 藏王在东北区 所以还有刚刚讲到说 那个雪况怎么Depend 就是第一个它 血量够多 血量够多它要够冷 对吗 然后够冷有两个条件 就是纬度够高 然后气候有残雪 然后这还就是什么 登山 你的海拔够高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气温够低温 你不会雪化掉 对 那我们平地上算的话 你往上升一千公尺 会降六度 所以台北市来讲 七星山最高嘛 一千多公尺 你觉得山上就降六度 那日本的雪都不是很高 嗯 大概都是一千多到两千 那藏王算高的 所以它其实雪况也不错 雪况不错 那北海道其实 像二十谷 你去过二十谷就是 它其实山没有很高的吧 你坐上去山没有很高 羊蹄山 我记得那叫羊蹄山 羊蹄山看 泡温泉 我跟你講二十 通常因为像我的话 是带小朋友嘛 所以去滑雪 主要是吃饭 看小孩跟泡温泉为主 所以滑雪它就是一个 过程当中一个乐趣 乐趣啊 亲子同乐 亲子同乐 那当然就是说 你去的这几个地方 比方说你说这个 藏 藏王 藏王跟野泽等等 对 然后你当然也喜欢苗场嘛 嗯 我当然也很喜欢 哈哈哈哈 欸这你出发点欸 对 在外面会想 起家床 起家床 所以这地方等于就是说 你都跑遍了 然后也都是去 算是去教学 然后才过去吗 嗯 因为我上个season 是在野泽住点 所以我一百多天 整个雪道都滑过了 就是秘密的通道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雪道 哎呦 就是滑背抗群嘛 你说上一个 你在地图上面找不到的 就是 地图 没有Google派就对了 没有 就是雪场地图嘛 因为雪场就是 所有的运动其实 最重要就是安全第一 当然当然 所以滑雪这个 这个你去不同的 全世界的雪场都会有雪场的地图嘛 你要先 先辨别说 这个雪场的雪道是 绿线 红线还是黑线 初级 中级还是高级 那真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你要能够享受乐趣的 前提都是安全第一 所以你 然后你 这一关过了 你永远有下一关 你永远有下一个挑战 所以你慢慢会level up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学生时期 是在温哥华 嗯 然后呢那时候 呃我们班 就把我们那种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英语嘛 嗯 我们就语言班老师说 让你了解什么是温哥华 嗯 带我们去一个雪山去滑雪 嗯 然后去跟几个朋友去去滑 然后你知道吗 十三四岁的那种 西娜 然后就会觉得说 好我们去 中最难的 其实我们前一年还在那边 八字滑 那个就是雪 Ski那种东西这样 就上去之后我发现 我怎么看不到 露面 哈哈哈哈 因为它一直滑滑滑上去 我们边聊天边上去嘛 嗯 上去然后滑下来之后 我只看到山顶 嗯 再来就是云海 然后说 欸 这个是几乎垂直下去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是慢慢的 一步一脚印了下去 根本没有办法滑欸 从此之后好像有点小意思 就是说 Man I'm out of this 就是说我再也不滑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就是 要渐进式 就是 舒适圈 嗯 学习区跟恐慌区 我一开始就恐慌吗 你就是恐慌区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还不懂什么叫恐惧 我就去看那个企业怪谈 那种感觉 我就说 以后不要再招 可是这种东西 其实慢慢发现 欸其实滑雪是好玩 对它是循运渐进 有方法的 有方法的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去 各个地方去教学 也从这个初级慢慢教 教到中高级这样子的东西 每个都不太一样 每个滑雪场也都不同 对 每个滑雪场不同之外 其实最重要就是 跟家人跟朋友 它可以共享嘛 嗯 因为我真的真的觉得滑雪 是初学有初学的快乐 喜悦 对 然后当然中高级更有 因为你面对的困难度更大 你拥有的技巧更多 了解 然后再来就是你 晚上可以泡温泉 可以在那个美景 然后就是 我这次是雪花雪 我才开始喝啤酒欸 喔真的啊 对 然后藏王它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那个 山上的小屋 因为我们会住在山顶上 OK 然后你就是必须有一个时间来 你四点缆车关了 你就赶快回到山顶上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地方住 所以你住的是山顶上 通常都是山下的 对对对对 你再什么都可以滑下来那一种 对对 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 你晚上就是与世隔绝 然后你住在山顶上的这些 它有点像share apartment 就是很大的 然后有fire wall 有poo table 然后大家开红酒 来过来自世界各地 欧洲人啊 日本人啊 香港人啊 然后我们就开红酒 然后在那边聊天 然后它又有那个工具室 然后我们就还可以做那个 保养我们的板子 上蜡啊 刮蜡啊 喝红酒聊天 我觉得它是一个 没有年纪限制 没有国籍限制 没有男女限制 没有男女限制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份运动 嗯 然后住在山顶上 早上你就可以用第一道雪 哇塞 滑到山底下 这个是 就是滑雪 叫做中毒者的这个天堂的意思 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天堂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嗯 Lala呢 边聊天其实就像是滑雪的人一样 左右边滑 边讲边滑 就很 也不是很嘻哈 但是就是你知道它 get the flow 定不定不下来 但是滑雪就是tempo 对 对不对就是 咻 咻 咻 的那种感觉 它那种其实是那种享受在人生的这种tempo 可是刚刚在广告期间我跟Lala有聊到就是滑雪 呃不都是刚刚有讲吗 你可以住在山上的小木屋里面 嗯 也有在雪中里面camping的 对 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通常我们滑雪人就去饭店啊 对 没有想过就是说 雪中camping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经验非常的美妙 就是早上去滑雪 然后晚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日本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自己办的啦 跟日本当地的职人一起办的 嗯 所以晚上我们就会搭熊帐 ok 然后生活 一定要不然就生存游戏了嘛 对对对对 我感觉很冷 野外求生 有没有 taskete 我们是享受人生 不是野外求生 ok 所以就是搭熊帐 然后吃好吃的和牛 然后喝sake 然后喝红酒 然后聊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对 其实就是人跟人的沟通 嗯 所以说其实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个乐趣 可是最多我自己一开始被吸引是 我可以跟朋友沟通 嗯 我可以跟学生分享 对对对 就是 付出是 学习是开心的 嗯 其实付出也是开心的 嗯 你在沟通的时候就是一个付出嘛 对 所以那个环境就是你休息之后 除了泡温泉 嗯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很浓然的时间 在雪地里面生活好美哦 感觉你对于那种白色大地 银色大地这样子是一个很向往的一个 很向往 因为我其实 你恨不得一年四季就是这样子 我是啊 因为我很爱台湾 嗯 就是我除了滑雪 我很爱台湾 所以我就是飞雪季在台湾 除了教课之外 我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圈就是野营缩席跟登山 那就是每天都在烤肉你知道 每天都在户外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哇滑雪跟露营在一起 对 可是没有大家想那么累 它就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行程 然后跟日本人当地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文化的沟通 对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滑雪这么吸引我 就是刚讲到你可以跟各国人沟通 你不只是去观光就走了 现在我没有办法再被那个什么 就是只是单纯观光的行程吸引 对 就是我想要更深入 我想要更深入去体验当地 然后去感受大自然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这几年 你去日本 然后比方说去录影 或者就是上帝住 你在那边体验的时候 那个日子的那种情境跟感觉 因为像我们真的不太懂 你知道吗 就感觉不出来 因为我们就是说到那边去做饭店 check in 然后小朋友就要赶快弄好 然后就赶快出去这样 可是像这种 能够跟大地沟通 能够跟就是当地的就是异国朋友 去交朋友去聊天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 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 哇生命好简单喔 就是一杯红酒 然后你身体很累了 你就是说到那边去之后 就说啊你好我是这样子 你说怎么一开始跟别人聊天吗 对啊 滑雪真的很好交朋友耶 真的吗 你就会有滑雪圈的朋友 你在学场坐缆车你都可以跟人家say hi 真的吗 因为大家都好 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就是你滑的好 你滑的不好 你享受就好了 而且那个缆车 你可能旁边是陌生人嘛 粉红泡泡是不是 没有没有 你上去 你至少也要五到十分钟 并没有那么梦画 我想说你谁啊 没有 也不是这个 So where are you from 那种东西 对就是很自然的打招呼 然后就觉得这个气氛是很友好的 然后就是心很打开 你很容易接受事情 你也很容易给别人东西 然后你滑雪一整天 你肉体是疲惫的 心灵是丰盛的 OK 对所以就是你很可以交朋友 然后你可以充满回忆 不管是跟你家人还是跟你朋友 然后晚上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星光 然后因为雪地反光会特别亮嘛 就觉得哇那星空 国外的月亮怎么特别圆啊 就是那一种 生活啊 生活是非常好的 就很浪漫 当地的交的朋友嘛 还是就是说 你先都已经讲好了 然后就去那边坐 它是一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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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其实就是未来要准备的 会 因为我自己先去过这行程 我觉得我很喜欢 欸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所谓在这种野外露营 又Ski的 未来是一个疫情结束之后 可以做的行程 对啊 哦 对 你已经进化到这个地下 因为我就是 很 我很 很 很乐于分享我自己很有热忱的东西 是 然后我 像浇滑雪的事 嗯 就是我真的是 用生命在浇滑雪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燃烧就对了 燃烧 你知道 人家在泡温泉在燃烧 可是在台湾就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能够有雪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要浇雪的话 滑雪这件事情 就变成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像室内 对 台湾浇雪是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就是说 可以给我们了解一下 机器滑雪 跟那种就是天然滑雪 要怎么去进行 其实机器滑雪 第一个它地点很优势就是 你不需要出国 你就可以先接触这个运动 你喜不喜欢 不然出国一次你发现 欸其实你不喜欢 其实你浪费了蛮多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入门门槛更低 然后可以让你试的 然后回到就是 运动这个 滑雪运动必须真的是 还是安全第一 那安全就是 介于你的能力 跟你遇到的困难 如果你能力不足 然后你遇到困难很大 你就比较容易让自己 处于很容易受伤的情况 所以滑雪在雪机 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运输机 所以很像跑步机 但是它上面的 我们讲雪毯 它是有专利的 就是它是大概 2到3公分的长毛纤维 OK 所以在转动的时候 它可以模拟雪的厚度 让钢鞭咬住 因为雪有厚度嘛 没错 除了钢鞭立起来 有摩擦力之外 你其实必须要咬住雪板 你才会有刹车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能够让 没有运动协调性 这么丰富的人 可以很快的接触 或是让小朋友接触 我觉得小朋友是一个很奇妙 很直接反应的人 如果你把小朋友放去雪场 他可能第一天是很冷 或是就好快喔 啪啪 然后小朋友就啪啪就闹脾气 会挫折嘛 那他遇到挫折就是 我不要滑了 对吧 可是在小朋友 等于你常遇到的感觉 那一个教学 对啊 你就是能够心理学 这就是运动心理学 是你要怎么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小朋友在想什么 所以但是在滑雪学校 他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对 对于教练是有熟悉度的 对 他可以按步就班 对 然后他可以先学了 有兴趣成功了 小朋友也有他处于的难度 了解 他可能只是微微的沙沙就很开心了 然后到学场他说 妈妈你看我我会我会 就是因为已经有练习过了这样 对他像秀给你们看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就是算是说你初期 你就是在先修班 如果是幼儿的话 通常是几岁开始比较适合去 就是接触 就是去练习这样子 我觉得这蛮多家长 或是那个学生文的 就是以 physical就是以身体来讲 真的两岁就可以滑得很好 我有教练朋友 是 两岁就在学上S-turn 不可能吧 就是滑 但是前提是 爸爸妈妈都会滑 对 有环境 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学 但是非学 这样就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会鼓励学生就是 你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你可以开始试着让他玩 但是是多于玩 多于要挑战程度 了解 就让小朋友喜欢这个运动 去探索他的兴趣是什么 去认识自己的肢体 然后去跟妈妈互动 了解 这就是一个五岁以下就可以做的事情 就像是说在学场一开始 我们小朋友不太会滑 父母滑的时候 小朋友是在玩雪橇 就是那个 就是说有那个也是可以滑的 对 先感受一下那个速度等等 那种东西 所以在台北滑雪学校 就是说也有五岁的小朋友 来练习 对也有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鼓励 就是五岁以上 他就可以开始真的是 有一点点 基本上以Cassie Sitom来讲的话 是八岁以上 就可以当成人开始上课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说你们也会在学校模拟 就是那种冷空气吗还是 没有 没有环境因素 没有 没有就是冷热 就是它是一 我们就是一般的空调 像健身房一样很舒适的 了解 但是就是一样的雪板 一样的斜坡 然后斜坡的调度可以调整 速度可以调整 所以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知识 去学习一些技巧 然后再把这个技巧放在雪上 然后去适应速度而已 了解 所以其实算是 因为这两年根本没办法出去 应该很 你的痛苦 我们待会好好的让你舒压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 大家一直很喜欢滑雪 可是没有喜欢滑雪的 可能在这几年就是说 我一定要去日本 因为悶悶了 可是之前去的话 去滑雪好了 那他们就会先去滑雪学校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家长 因为我想要 如果疫情结束 可以带去学一下 有很多 因为 其实小朋友还蛮忙的 我发现才一般 拉小提琴啊 然后画画啊 钢琴 真的 还不如来学滑雪 因为学滑雪 你可以带出去跟人交通 然后他有兴趣 他有一天搞不好 也可以成为教练 就是 他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你 好啦就是 他是一个才艺班 我觉得是一个很鼓励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 他就是说 在运动才艺当中的 另一个选项 对啊 也就是说有些小朋友 他们会去上 比方说 高尔夫练习啦 然后去说跑步啦 足球 可是现在的滑雪 现在好像越来越热门的 这种概念 真的是很能够社交 是 然后 当然就是说在台北 所以滑雪学校当中 就是叫大家什么是正确的滑雪 对 因为最重要的是说 你真正到雪场 你还是要注意到安全 对啊 它的危险性也是存在 危险性存在 其实有几个就是初学者 必须先知道 我们刚刚回头上来讲说 就是这个雪道的难易度 你必须先辨别 对 所以你什么样的地形 你有什么样的克服挑战性 了解 然后再来就是天气的因素 天气其实因为 嗯 天气变化很大 我记得有一年起大雾 就跟 起大雾天气变化跟下大雪是一样的 就是 真的 对 你看看前面的树 对 你知道我有一次 还不是带学生是带朋友 然后是在白马 就是我在上去的时候 这路线我真的超熟的 然后我一上去 我觉得我们先带滑上去 但是你知道吗 嗯 山下是 就是晴朗好天气 对 山上有湿度 可是不够冷 所以它没有办法变成雪 它就变成雾 变成雾气了 白茫茫一片 但是你知道 滑雪这运动 就是有考验你的平衡感嘛 没错 那你平衡感来自于哪里 就是你的内耳小闹 然后再次你的视觉 再次你的身体协调性 对 可是你视觉 光遮一只眼睛 你其实空间感就没了 没有办法了 没有 所以你在雪魔王上面 也是摆在下面 身手不见五指欸 然后我真的觉得 我招了 后面的人 我没有办法顾他 因为你知道会有强烈的 你知道职业病 你们怎么办 因为我一到那个地 我知道 这个地形不是绿线 不是初级折 因为落差太大 我觉得是黑线 等于你走错了是吗 我没有走错 它是分叉路 分叉路 因为路 雪场就是山嘛 山就是会有岔路嘛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哇 连我都觉得我可以走到绿线 带他们去餐厅休息 对 我下一个道 就直接变黑线 然后那个黑线 血况是很好的嘛 是泡路队 所以有像东倒西 好像在浪里面 然后你又没有视觉 所以会想吐 哎呦 对但是还好 就是 我在搭缆车的时候 就有跟我的朋友 我跟学生也会分享 就是 刚刚讲到 雪场是有地图的 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 其实是有APP的 没错没错 就是全世界的雪场 它都会有一个APP 然后它就是download 我就要这个雪场APP download下来之后呢 它可以直接帮你蓝牙定位 就像是Google map 像我在哪里 对我在哪里 然后你旁边再往哪里 就会有一个缆车 你找到缆车 就没问题了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还好可以拿 我真的是看着那个 手机滑雪 然后带着后面的人 而且 对 所以这是一个 用科技来解决 帮助这运动 更加安全的方法 然后那个定位系统 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朋友定位在那边 不然的话会有危险是吗 在雪场其实在日本算安全的 因为日本它是一个村嘛 我们刚刚讲说 以泽是温泉村 所以你不管上这个山 它是独山 所以你下不同的雪道 的路线下来 你会在同一个村子 只是可能要走一点点路 所以会有交通车 但是在欧美 在大陆 它可能是这个山 譬如说从法国滑到瑞士 然后你可能从山 滑到比特国家去 对 所以你就是必须必须 你一定更要有 你知道路怎么走 要有教练 或是要有人带 但是日本相对是安全的 可是你在滑行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那个空间感 就当下其实是会恐慌的 但天气一下过就可以了 除了天气因素之外 有些人是追求速度 对 通常会有问题的 都觉得自己是很职业的人 不是初学者 初学者驾死 我就不敢乱动 可是觉得说 不管是赛车啦 不管是一些什么 他们就是会觉得说 我很熟悉 所以我速度再快 我可以hold住 但是通常事件 都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 对 所以其实当教练 因为我就是 当教练会多一份责任感 对 就是你还是必须知道 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然后你能够去 因为其实挑战是一种乐趣 没错 但是还是你要知道 你可不可以 在自己小步 你就有办法能够掌握它 所以在学场 有一个蛮常见就是 但比较容易发生在 就是一般初学者 就是有一个叫running ball running ball的意思就是 可能在滑雪的学生 觉得累了 想要拖板下来用走的 可是殊不知 它一拖板其实是斜坡 板子就冲走了 所以那个板子 它是直接直分的 所以你如果你在学场 听到有人讲 running ball 你就真的不要滑了 你就赶回头看 那个板子从哪里冲过来 因为撞到 它什么时候停 它是撞到人才停 因为通常那个雪板 或者是就是ski 是要插在雪上 它不是放着的 可是初学者它不懂 对 所以它就会常常会有这种 像 利器那种概念 对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是蛮危险的 好 那当然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变成说 你在教学的时候 初学 中阶跟高阶 你都有教 对 方式就不一样了 方式不一样啊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步一步进阶的嘛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除了教你技巧 然后还学想的安全许知 像这些我们都会在 跟学生聊天的过程 会跟他说 所以 我觉得运动很好交朋友 跟其实很多学生 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都是每一年一起去滑雪 然后 就是 会分享日本的雪况啊 哪个雪上好玩啊 甚至我们讲 怎么省钱滑雪 怎么买雪衣比较便宜 然后怎么样 对其实这个就是你很真心的跟对方交流 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说的装备了 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运动 它是不需要装备 一颗球大家玩得开心 有些装备它可能比较多 对滑雪来讲 像是ski或snowboard 它的装备 你会建议大家先买起来 还是说到当地在租 如果是初学者 你完全没有经验 当然是用租的比较划算嘛 但是你试过一次之后 你确定你很有兴趣你想要下次再滑 你大概的租金一个月 去滑雪的租金其实不太便宜 它就赚那个 没错 雪姬的钱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确定 你很想要是看这个运动的话 你第一个可以先买雪鞋 因为鞋子真的是帮助这个运动很大很大的装备 OK 对 雪鞋不是雪靴喔 它那个是那种正式那种 你可以砍在那个boy上面的那一种 对 然后因为会先买是因为说适合你自己还是 因为脚型软硬度 然后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用租的 其实这个rental的鞋 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符合你的脚去脚感 它只能类似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可能就是说脚的危险性还是会有 所以最好还是 台湾有在做这个吗 台湾雪鞋没有欸 Burton啊 或是像一天都是国外的 但是台湾的这个产业有相关的人就是雪衣 其实有非常多雪衣日本的 世界各国的大牌子 雪衣都是台湾的那什么 衣料 然后在台湾设计 而且连设计都是台湾设计喔 然后在出口到整个品牌的代理商量 在Fight of全世界各地 了解 那这个其实像台湾滑雪学校会帮学员们去 了解这些资讯等等的吗 会啊 会啊 就是学生有怎么问我们就怎么 跟他讲我们提供最新的时讯 哪里 过季哪里买比较便宜 然后譬如说 美国那个过季买的价钱是最便宜的 要不然就季前买 要不然就季后买 要不然就季后买 然后买的先放 对我们都会跟学生讲 因为其实台湾有蛮多 像我们刚刚那些厂商 他其实会偷偷的simple sale 就是那个样品销售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你知道只有滑雪人才知道 因为他没有办法公开卖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大家都知道 喔喔喔喔喔喔 私讯我私讯我 所以这个也要来回到就是 刚刚所提到台北滑雪学校这件事情了 因为刚刚聊很多是您的这种热趣 跟那种所谓的滑雪的技术 那台北滑雪学校 它是什么样子的空间 它做什么样子的教学 甚至您刚刚提到的滑雪团 这件事情是不是都可以 未来从这个地方去找手 对就是大家会想到 学习完之后 第一个就是学习是很简单的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 因为一般在雪上我们 讲一个 讲这个运动的方法 我必须示范给你看 然后你再跟着滑 我再给你feedback 再给你反馈 但是这些等于是一段一段一段 我们有等待 我们有滑行 但是在雪姬上面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跑步机上 我就在你前面 你就在我后面 你就是我的影子 我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所以其实它的学习效率是非常快的 OK 所以你不会说风声 因为有时候在雪上天气不好 再好的教练 其实他的学习效率都会降低 但是在室内滑雪机 在台北市 我觉得它是一个 把这些因素先拉掉 了解 你可以很安全 然后很安心的 就是很认真 很focus 专注在学滑雪技巧上面 OK 所以那个地方是安全 然后就是可以很这个 持续性的去练习 对 从初级到中高级都有 初级到中高级都有 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机器 是可以调它的高度嘛 对 所以高级的话 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从ski到snowboard 都有在那边做教学 对 都有 所以那个过程 一个礼拜是七天都有课程在那边 我们 对啊 全天无休 我的天哪 对啊 这么热爱就对了 这么热爱 很感谢大家 除了就是LaLa的老师之外 还有一些同好 或者是一些老师也在那边 对 去互动这样子 你是 我们每年就等于是雪季的时候 会带学生出国滑雪 一条龙 是这样说吗 滑雪团 欸总是要一条龙啊 怎么能滑完之后 就我要自己找那个旅行社 对啊 然后他就老师 哪一个比较好 对啊 你会觉得 来来来来来 来我这边我先帮你讲好这样子 对啊 因为学生也希望去 欸我这边学的 到底是不是在雪上 是同一个东西 对 对啊 然后教练其实 会有习惯 你理解他的 呃讲解方法 他也知道你的技巧 在慢慢进步中 当然当然当然 对就是 你会 彼此都有一个觉得 哇我们来看看 你学的到底怎么样 对啊 欸你那个童子君 你总是那个教学的人 要跟着去那边 去 就山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嘛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 我的老师跟着我一起去 对 校外教学 而且那老师又懂得在那边 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 这样子 最后变成野外求生 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 野外求生也是用享受人生 对是啊 当然就是说 呃 不管是哪里 呃去滑雪 它都是一个所谓的 旅游的一个情境之影 对 那我就要 呃因为 其实有些时候我想要聊的 就是说更深入一点 嗯 当你看到这种滑雪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之后 嗯 就有人会想往职业走 对 台湾在这种冬奥 比方说滑雪 嗯 有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 去发展 因为我们并非是那种 对 滑雪国家 嗯 但是对冬奥来讲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 职业选手 想要往那边走 对真的有欸 看这些 我真的有学生接触是从 最小的年龄 是六岁就跟我们去出过滑雪 父母没有跟 哦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爱上滑雪之后 然后父母就栽培他 嗯 然后现在是 每年都跟日本的选手 在日本当地滑 snowball 但这种东西就是 譬如说讲冬奥 奥运 比赛 选手 你没有从小培养 其实起步有点晚之外 其实小朋友的兴趣 他真的就是你让他自己看 他有兴趣 就是那个热忱 真正的热情是你不需要去规定自己 你会主动自发的 对 然后你会享受他带给你来的成就感 嗯 所以他是一个好的循环 所以台北也 那个滑雪学校会有在做栽培 或者是找选手之类这些事情吗 我觉得 因为滑雪学校后面的渊源 其实是极限运动协会 哦 对 其实是对于 嗯 量 跟 让大家接触到这些 譬如说极限单车啊 极限滑板啊 对 是有培养的 是有 让他们接触到这产业的机会 是 但是以台湾涉市场 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你要培养一个选手 嗯 是要花 蛮多心力的 没错 没错 金钱的投入 你就像我的极限 就是在绿线而已 你知道吗 我的极限就是滑一滑的时候 好了好了 给我一杯绿 啊我还是帮你安排 享受人生的滑雪团 好不好 可是呢 我就会想要看电视 冬奥有我们的选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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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蕊 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有像是雪橇啊 什么等等 可是在台湾其实就是 没有这种环境嘛 对 所以你要培养一个选手 你还要往海外去 嗯 去做培训等等的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也是不容易啦 对 刚刚讲到那个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很棒 就是后来 因为疫情嘛 就没有办法在日本一直训练 对 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转战滑板圈 哦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努力就是 为 台湾这个城市 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运动 更 广为推传 嗯 所以他们就是募资啊 自己投资啊 他们要做那个就是 滑板 譬如说日本选手 飞雪季 就是练滑板嘛 你要翻啊 你要180啊 你要real啊 对 其实他就是一个真的是很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了解 变成滑板这样子 滑板跟滑雪是一样 不過现在产业那个发展条例过了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就可以变成在滑雪这个地方 让更多企业来参与 当然希望啊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说台湾盖一个室内滑雪场 像大陆龙创啊 或是杜拜这样子 多high啊 对 现在的有吗 现在目前 还是只有刹冰的那一种风格 来啦 一碗 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因为去日本太方便了 但是疫情 这两年能闷到 我们集气好不好 一起来集气 这两年的状况呢 你说疫情 2019年之后就是滑雪结束突然 就出现了这种断层 其实我发现疫情是去年嘛 然后去年开始之后呢 那一次就以我们这个学校很明白就是你来课量 然后你续课量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大家其实会觉得这一年反正飞雪季 我就先来练滑雪 可是今年进入到疫情的2.0版 对 然后甚至5月15号开始疫情开始之后 就直接升三级 你就直接lock down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一定对业绩是有影响 今年比去年还更严重的概念 对 但是因为疫情是对全球都有影响 所以对这个产业肯定也有 但我觉得发起的很妙一点就是 我们还有后面7月8月9月 还有比9月 光是9月这个月 是比5年还创下就是业绩表 爆表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会想要 投入这个产业对未来 对对这个观光产业其实是有信心的 对啊 因为前阵子就是韩国观光公社 结果那时候 因为我每年都会帮他们在那个 韩国吗 旅展 帮他们讲滑雪这个产业 因为韩国 对他们也是韩国跟旅游是一个package 对啊 我们都讲日本没有讲韩国 韩国也是一种滑完雪之后吃那个泡菜汤 韩国东西熬到吃 也是齁 你到底是专业滑雪还是专业导游 OK好 享受的是滑雪教练 真的 我觉得滑雪它就是 对我们来讲 或听众来讲 就是part of traveling 就是旅游的一部分 韩国我真的倒是很少去接触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啊 我觉得韩国因为它会有一个大型的度假村 所以就是它有很多一日游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先体验 然后如果你喜欢 因为以台湾人来讲比较容易接触就是一日游 对 我从哪里集合你载我去 然后你再载我回来 我觉得一天全部都 全部都复完 但是其实大部分接触滑雪应该是这样 除非你就是像有在滑雪校 滑雪学校 了解 因为像日本的话 说真的你也不用去讲 大家都会直接主动去接触 韩国可能就是要去多做点说明的概念 对 因为我刚刚提到韩国观光公社就是 我其实它是日本的观光局 所以是官方的 了解 他们这一阵子已经开始跟我们联络 就是开始合作要推下方案 所以我觉得以韩国的角度来讲 他们其实对于观光复兴是有在计划表上面的 OK 所以大家期待期待期待 期待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第二季第三季慢慢打了 只有其实这种只要不要隔离 大家都冲出去了 现在是因为还有隔离的时间点 因为滑雪很安全 要戴眼罩戴口罩 真的 戴手套完全零集体接触 像去年齁 大家没办法出去 你们应该还有朋友还是海外嘛 会派说 嘿 你看 没有人的雪场喔 我会有真的有朋友就是说 好可惜喔 没有人来陪我 我觉得说 狗图 我以前在雪场的时候也是有 你知道大家一起说 好幸福你在雪场喔 所以我现在也可以你知道 先把这个包围让给他们 但是也就是说你有等待就有期待啦 也就是说大家就是在这段期间 把自己的技巧 把自己的观念点练好 然后包含就是说台北滑雪学校 也在叫大家一条龙 什么时候开始开放 我们就可以安排怎么样的行程 那有些行程它是短期或长期的都有嘛 对其实长期的就是 你开始喜欢这个滑雪 你就什么东西长期就比较便宜 计票也比较便宜 计票也比较便宜 但是大部分人会给我接受大概是五天四夜的行程 或者是六天五夜的行程 然后这个行程就是第一天可能是交通日 然后有一天可能就是去日本的观光区域 比方说像这个河掌村 对 看那种古迹 对然后还有那个地狱谷 看猴子泡温泉 嗨翻的 对啊很可爱啊 然后或者是你去看一些就是日本 其实就是跟观光的有一区 比如说去Outlet买东西也可以啊 就日本的牌子 就是你要解决亲子的需求 也要解决妻子的需求 对对对对 或者这个只要太太开心 其实什么都好 对聪明 那当然除了亲子家庭之外 也有就是像兄弟一群的 欸走走走走 我们去玩的那一种 也是有这样的团 有啊非常多 嗯 因为就回到就是滑雪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没有很没有国界 然后大家很很享受在自然 然后很享受在人跟人交通 然后关系 然后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全方面的运动 所以其实我们会非常有期待 就是说能够再开通大门 让两边能 就是说让大家能爱滑雪的 可以再去滑雪场这样子 嗯 那当然节目时间关系 最后还是要回到LaLa身上 嗯 你当初变成教练 是你说那段时间 有一些家庭 或者就是说 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 对 转变成教练之后 当你从兴趣变成职业 你还是充满了热情 嗯 所以 雪场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对你来讲它代表什么意义 我觉得滑雪真的是改变我人生 因为我当初会接触到这个产业 就是我单亲 然后我家里人的公司生意失败 所以其实是家庭过了一个很低潮的 一个时期 然后你就觉得人生好没有方向 然后你就觉得 哇什么是让你有盼望 然后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就是 你消很多体力 像我刚刚讲我们第一年就决定要考教练 你是在那个很短期间当中 你有一个目标 嗯 你有一个学习的方向 你有这么多跟你一样有目标 然后勇于分享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你瞬间就觉得 其实生命跟快乐很简单 就是幸福是什么 嗯 就不是物质的东西 对 是你 你愿意付出 你有得到回馈 嗯 然后这个喜乐 你又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嗯 所以它是可以交流的 所以它是一个 虽然你在滑雪场是往下滑 可是你的人生正在升滑 嗯 的一个境界 真的啊 所以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 跟Lala有一样的感觉 如果真的想要的话 台北滑雪学校 现在它是在台北市的 就是 其实 滑雪学校就是台北台中 就是高雄都有 对 欸 那我小朋友是在台中的 可以啊 不是 它已经在滑了 原来就应该去你们那边的 对啊 不然就跟我们一起去滑雪团 超棒的 好 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感谢Lala 那希望呢 在这个滑雪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个Lala的喜悦 就是说能够一起去 享受滑雪这个事情 对 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真的等不及了 哈哈 真的我也是 非常感谢台北滑雪校的店长 Lala的节目当中 感谢您 谢谢 收听的是YOV SPORT SHOW 我是黄德尼 待会马上回来